近日,一段中国新疆警察在湍急水流中舍命救羊的短视频在网络广为传播 视频中,一位民警站在水渠里,使劲地用双手抓住掉入水渠中的羊 湍急的水流致使民警身体多次失去平衡 经过众人合力,终于将当地民众落入水渠的羊救上了岸 事后,民警才发现,他的膝盖和身体多处部位因与水渠中的硬石碰撞而负伤 这一视频经过网络传播后,被众多网友转发点赞 记者于6月12日就事件发生地,见到了永旧落水羊的民警土耳逊阿利 他就职新疆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派出所,回顾救羊场景,他说 我现在领寻的老弟们,已经在这里面和以后,发生路所以三kach又要纠屁更热 我发生路旨被人运作用,把检子后讲回家 在村子上,我认为士兰太帅和往甚至 三方标注决 然后,现在他们被 сообщ是侯参的 随着视频在网络上持续传播 不少网友纷纷为人民警察点赞 有网友留言写着 注意安全 你们的安危比羊重要的 有着五年工作经历的土耳逊阿利 除了日常巡逻工作 还时常与同事去民众家里干农活 不久前 事发同样的救援事件 也感动了不少网友 5月中旬 新疆乌石县托石干河河水暴涨 牧民放养马匹时 由于事发突然被困河道 当地派出所民警张翔向和奴日买买奇 得知情况后 先后两次跳入洪水中 最后成功将被困马匹解救 人民警察为人民 无论是救马的张翔向和奴日买买奇 还是救养的土耳逊阿利 他们都在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警察的职责和使命